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我准备的人 标股给我卡位的人 这个大盘 涨到各位无法想象的地步 上周五 我就很肯定地提醒所有的人 这个行情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瞎自己 当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你要打起精神 不然礼拜五落低拉起来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涨涨涨涨涨 很多人都看到这些股票 飙飙飙飙飙 结果发现你一档都没有 今天我反而不急地讲 什么股票大涨 我反而要提醒大家 大涨过后 飙飙飙飙 没有跟上的人 接下来要涨什么股票 接下来你应该注意什么股票 接下来你要买什么 亲爱的看到没有 首先有一份的资料 我再做一个提醒 如果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 请你眼睛睁大 上个礼拜四的动作 电子全脂股借卷卖出大增 上个礼拜四的是 一大早礼拜五头版赶快出来 结果就是礼拜五 打下来 见低拉上去 行情总是在大家恐慌之际就出现 大家常会讲融资过高 散户买得太多 因此要杀下来杀下来 但是各位有没有反过来想 为什么大家买股票的时候 都是最兴奋的时候 大家杀股票的时候 都是流泪的时候 如果你能把这个动作改过来 那你每一次都是赢家 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讲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当各位悲观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去想 是真的要这么悲观 还是你的机会 你买的暴涨 那就是你的机会 那当各位很悲观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砍股票 你要去想 是真的不行了 真的走空了 还是你要弯下来捡它 我想多少次 我讲的这个概念 当下你听不进去 就如同这份 礼拜五一大早就跟各位讲 到现在还在跟你讲 还在讲 还在讲 事隔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天天涨天天涨天天涨 甚至于今天这些股票 全面飙盆 全面飙盆 为什么一档都没有 今天一定很多人会说 这个涨停 那个涨停 那个涨停 问题你都没赚到 有什么用 你要想你接下来 你的机会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直接讲这个 该赚的这些我都有赚到 来 11月份12月份 该赚的我都有赚到了 那问题是 你没有跟上 每个人都在讲华星光 每个人在讲性能高 每个人在讲齐鸿 每个人都在讲正威 那你曾经拥有 你有沒有拥有 有没有霸占 有没有赚得到 还是当今天看到这些股票 全面涨停 排队买都买不到 也要排排看 对啊 我常跟大家讲 就如同 性能高 我赚了三支涨停 在我买的时候 没人要参考 因为各位告诉我 哎哟 都没人再报导 那么等到报导的时候 就是这样 来来来 涨停 涨停再涨停 对啊 我讲都试试 那该赚的钱 我绝对有赚到 该赚的钱绝对有赚到 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谈 接下来到底要涨什么股票 我想我从这两张大字报 先来引述 注意哦 机会在这里 机会在这里 小支动完了 动什么 动大支的 小支动完了 动大支的 大支的 这个 我最瞩目 红海 各位都认识 那红海底下有很多小儿子 请你多多注意了 机会在里面 要相信的就比别人找卡位一点 再来 这个啊 过去呢 大家都知道啊 他做电脑的 甚至于有人误会他做肉松的 但是不打紧 现在你只要知道 他已经有在做AI的东西 有在做伺服器 这样就可以了 他当然也有小儿子 那大家都多多看一下 机会在这里 因为这个大盘还要继续猛爆 那这些F4没有动是真不行 所以各位要注意机会都在这 那么这时候 我请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呢 这个大盘呢 长成这个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 请看 那大盘 今天大阳线 今天有下面的虚虚 但是今天有一点不一样 反过来了 今天稍最高 哇哦 多少次都是 开盘就是最低点嘛 那今天比较不一样 是今天直接收最高 没有虚虚 反而是留下面的虚虚 那么留下面虚 代表什么 打下来好多人去接 所以挡住了 拉上去因此 因此呢 这根线叫大阳线 那大阳线各位请看哦 本间K线呢 可以讲到如此零零尽致 这么精准 昨天跟各位 斩金结铁的糟告 昨天的单一K线 叫做倒梯字 那倒梯字呢 我解释过这边的内容 那看我昨天形态怎么解 我说中继猛报 但是很多人会因为 这根的倒梯字 认为这个行情要反转 我讲得很清楚对不对 虽然是倒梯字 但是这里留两个多方缺口 而且是中继猛报 那么呢 我昨天重点这么提示 我说呢 昨天再度的 跳空上开 连两日开盘 就是当天最低点 并且留两个多方缺口 而在这两根线当中 这两个多方缺口 每天都留上影线 但是今天反过 今天是留下影线 好 那我昨天讲过 昨天是量价其量 留上影线达117点 显示高档卖压重 但是今天开高开低 请各位注意了 今天我们的大盘 选择什么样 开高 好 那就看这一辆 开高需占上 关键价23058 前波高易过 行情续工不回头 我让各位看第二张 今天这个开盘 最低点23034 结果没有多久 整个就拉上去 23058 你看看 写得多么精准 那重点就是 站上关键价23058 前波高易过 结果有没有过 23172 有没有过 好 我让各位看 今天的收盘 23255 那很显然的 23172过了 对不对 好 那么1234 在这4跟K棒当中 形成了两个多方缺口 那么接下来 既然这里都过了 我现在要看这个缺口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用什么方式来补 就是我画的这里 这个跳下来 是大阴线 这边是11月12号 请注意了 这个形态是中继母报 那么明天关键价 给各位23145 今天开高 走高收最高 难得了 日K四年红 那么昨天晚上 很多人都惊吓到了 看到那个 晚睡的人都会看到 那个韩国突然发 发那个戒严令 好在清除解除 清晨解除了 虚惊一场 昨天在那个晚上 晚睡的人都会看到 去刷 怎么有这个 什么戒严 结果后来还好 清晨的就没有了 那还好这个 虚惊一场没事了 但是这件事情 造成了当时的股会市 就是不管是国外的 或是韩币什么的 这个都有动荡到 国外的股市有动荡到 那请各位注意了 明天开高跟开低 开高需开高走高 守今天高点 因为今天收最高 那么很容易补这个缺口 在这里好不好 数字在这里 这个缺口 那我明天开低很简单 关键价拿出来用 只要守住关键价 很容易震荡走尖 否则 很容易测昨天的地点 行情我解完了 就是如此 那行情之道之外 大家要注意了 今天这个股票 没有跟上的 我之前叫你买 你们都不要买 那你没有跟上怎么办 等会要看清楚 到底哪些股票要买 这些都没有跟上的 不要排到天长地久 天荒地老 这些我都有带各位做过 你排到天长地久 天荒地老 买到了明天不涨 那就没有用 除非明天继续涨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怕追高 那你要买什么 好 要买什么 请各位跟我来 因为我今天卖了一档股票 又有钱了 那又有钱了 这个 来 哇 今天刚好 天上掉下的礼物 昨天我就说 谢谢天空爷爷 对不对 哇 急拉 拉到718 我说昨天根本不用计数 人家急拉 就给他卖一半就对了 今天再看另外一半 要买还是要卖 那我决定了 今天另外一半全部倒光 为什么 因为昨天这种 拉上去的这种过程 没有收高 没关系 但是今天最高点 也没有过718 这就是我先卖的原因 那卖了 有钱 有钱最老大 昨天卖一半 今天运超车开出来 这种还真的有赚到 不然呢 停在这里 不然你去追这个 明天如果没有涨 你就一毛都没赚到 还要赔 但是呢 我是之前就买了 买到600多的 结果昨天倒一半 那今天还是一样 继续赚 像这种才真的赚得到 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要真的赚得到 还是要跟人家一起去排队 排那个买到天长地久 或是手续被扣掉 都还没有赚的 要像我这样才能当赢家 所以呢 运超车开出来 小办卡 那这段过程 我都有跟各位说嘛 你一定要像这天 机会来了 很多人说 哎哟 这大盘就鸟鸟的啊 这个股票就跌 我不敢买 不敢买就没有了啊 光看630好了 714 那就赚嘛 对不对 6字头到7字头 哇 这个还蛮大条的哦 所以我说运超车开出来 我的大户赚得很开心 这天也可以低接嘛 我都讲清楚了 对不对 这边给你画两个 大W 这边一个小W 在这边买 这个区块当中都OK 再一个 我跟各位说 商机来的钱财就来 结果呢 在这天猛爆 很多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涨 我就跟你讲 GB200散热大商机 就如同这张图 你看到什么 你不在这边买 爆上去 再帮人家抬轿吗 那像这个呢 抬轿次日 还有喷还可以 那你抬轿次没有喷就 GAN OVER 对不对 所以跟着我比较安心了 那我之前就跟你讲要赶快来买 你不来买就没有了 对不对 630 对不对 GB200散热大商机 W大的 W小的很完美 光这边就涨了63块了 结果呢 我昨天跟各位说 天上掉下流之间猛爆 嘭 哇 极拉这不用计数啦 极拉就是700多了 718了 要卖一半了 所以昨天我卖一半获利 那我问各位 今天我要怎么操作 我今天选择的是 没有过高全部倒光 那你有钱要买都可以 但是你没有钱就不行 所以呢今天没有再攻高 全速卖出获利落袋 那么请所有的人注意的 有钱的 或是想要霸占这种股票的 赶快来预约下次买点 光这两个 各位看到一个这样的涨幅 一个这样的涨幅 我想每个人 都会为本件K线数据算模式 再有一次的机会给你 愿不愿意参与 如果你要参与的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All you can eat 299让你All you can eat 现在给你call me 祝大家能够call me成功 今天晚上要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喜欢看涨停吗 你喜欢看股票标涨吗 当然都会说喜欢 如果在这个喜欢过程当中 你真的拥有它 那么你就会非常爱它 所以提醒所有的人 当再有一次机会给你 赶快吧 不要三心又而一 也不要永远追高 看到大涨才想去追 看到大跌就要傻 这个观念我讲过很多次 每一件的事情 都有角度高度深度的问题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什么高度 什么深度 但是往往人 都不喜欢看到那个 那个落低的买点 大家都把它当作 很悲哀的点位 所以连长了三天 如果礼拜五不算 一二三 但是礼拜五最有技巧是 打下来拉上去 尤其礼拜是融资大减 行情就这样出现 希望再有一次的机会 你不要这样杀的莫名其妙 也不要这样追高的莫名其妙 光一挡红海 二三四点五 我就要练所有的人 你为什么追到高点 可是二三四点五 是我卖的 那天资料大家都记得 但是不用再讲这个 我现在要告诉你 今天洪家军多党 注意了 首先要讲洪家军 我先让各位看这个 这个叫做护国神山 我昨天才念他 就发生一件事情 你们要佩服我了 我昨天特别讲 这个五块钱 可以救台股 如果币不了这个五块钱 这个缺口 台股今天也不好看 结果 币完了1070 为什么 这个洞要1070才补得满 对不对 我讲得很清楚 那今天完全照了本间 K线规格在走 所以解盘解清楚 连这种股票我都跟你讲 你要怎么去驾驭 昨天1065对不对 我说这个五块钱 可以救台股 如果台股呢 因为这五块钱 然后整个也不好看了 这边两个多方缺口 这边一个空方缺口 结果今天往上面币了 往上面币空方缺口 留两个多方缺口 请问各位 如果你懂技术分析的是强还是弱 当然是强嘛 答案对 两个多方缺口 一个空方缺口 必空方缺口留两个多方缺口 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 所以这种行情来的 你就要注意了 但是不要永远 永远去看到那种 看到这种就杀到楼下 看到这种就杀到楼下 我为什么最有资格讲 一千多一百块高空夜心 每个人追到上面 当时市场上 当天你去查一下 10月18号 上看一千二一千三 一千五两千都有人在乱喊 结果一一零零零最高 就跌下来 跌到这边一大堆人说 看坏台股要崩盘 就全部杀这里 结果这边出现大红柱 来到这边呢 很多人被套一一零零零的 还不走哦 为什么 插十块这样都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十块钱就是不过 砰下来 所以呢这个历史啊 可以看到各位的心态 跌到一千块 每个人看虽台股 看虽 看虽六块钱而已 结果呢 吸引六块钱的心态 结果从这个六块钱开始 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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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六块钱 很多人又输在里面 1070 到昨天涨71块 请各位再加五块 76块 这就是呢 股市人生的写照 因为呢 你这些没有办法克服 讲什么都没有用 再精准的股票给你 你也买不下 再精准的股票给你 你也抱不住嘛 对不对 很喜欢追高 这我都知道 讲到追高 讲到这一份 这一份 有多少当股票 我过去都做过了 今天还很多 没有拿上来的 因为过去是 你没赚到 我讲那么多也没有用 对不对 很多人都要后知后觉 去排 今天不晓得谁 要去抢这个 该赚的钱不赚 然后去乱抢 我也不知道 你就爱乱抢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舍不得 刚好就套到里面 就像台积电110 每个人追到里面 保佑赶快上去 所以想一下 人生的心态 那这些股票涨上去 到底可以买什么 来来来 上一节没看到节目的 来 我先把这两个大字报拿出来 这个集团注意一下 这个集团注意一下 那讲到这个集团 要拿东西出来 不是说讲一下就好了 也不是 因为市场上叫我 洪家军专门店 当然我怎么去经营这个 光一只红海 打败所有市场上的人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会赚红海 看衰他吗 200块了 200块加1块钱 200元俱乐部 昨天跟各位说金件200 每个人说弹坏一线 不会了啦 现在这个没有用了 没有用 今天200块多1块收盘 给大家可以加菜 看到这一段 红海我做到N百段 N百次了 红海你去问谁都没有用 尤其洪家军整挂的股票 你去问谁都没有用 每次打下来都叫你卖 然后涨上去叫你追 你自己做就好了 这个是那时候我卖掉 我有跟各位讲 我怎么去做 这个 这个我都有讲 对不对 怎么做都有讲 27号跟各位说 没有爆料 这个要注意的 有没有 我卖什么 留什么 我都讲一清二楚 没有人敢像我这样 第一档连续心 有凭有据 手中尺骨报警处理 下周关键能否落低 此波低 结果交给我就好了 结果发生这个事 真的192.5最低 初步落低 我没有因为黑K告诉你 不行 我告诉你初步落低 虽然是黑K 结果到了昨天 价涨K黑快来预约霸占点 每个人看到黑 都不喜欢红海 结果今天涨到200多一块做收 192.5 上去了 哇什么时候没看到红海 这么大根柱子 来拉近了 哇最近都很小只 今天红色很大只 再五毛这个洞要毙了 明天毙了就好玩了 所以明天能不能买红海 来来来来 再五毛将毙上缺口 欢迎预约霸占 红家军专门店 这两只脚也是我跟你讲的 这里也是我跟你讲的 要你就赶快来 问谁都没有用 因为我家风水好 也只有我会做红家军的股票 光这个还有这个 来来来来 不是说红家军就一个名称 真的有做 来来来这个 涨不多 对啊 你去排这个吗 排这个吗 这个我早就做过了 商机来的钱财就来 这种线没有要注意对不对 会不会复制这一波这样 注意的 等到这样就涨上去 等到这种就涨上去了 现在这里我告诉你秘密在这 连续多星没货快补 今天再补一个红星 这边有没有收敛到后面 今天初步多一点点亮了 有人进来的 所以你没有看到我告诉你 这种节目才要看 对不对 好 再来 红家军还有谁 来来来 这个 这个老大要多注意一下 这个体材很好 不要现在给你买你不买 以后像这种 好 停在这 以后像变成这种 你才要去排队 太晚了 好不好 还没有这种的就赶快去 没有再破滴了 结果 这样对不对 会突然喷发 哇 帮你画两条线 这个十字有没有看到 而且真亮了 有人进来了 注意了 收敛雏形 整理净尾声 没货快补 BBU体材 BBU我解释过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了 我试一下敲我再跟你讲 还有一档红家军注意了 这档红家军 每个人谈细光纸对不对 你细光纸没有买到 这档可以买 来 这档 这个默默 默默涨11块 你今天都没有注意对不对 半支涨停 我当时跟各位说 这档股票 宏家军培植的细光纸 而且多浪底 多浪底 这次又来一浪了 没有逮到的 赶快问我可不可以买 会不会喷到这里 有没有看每次这边都这样 每次这边都这样 每次这边这样 这一支这边要到哪里去 光这边这一波涨了24块多了 不会比今天一支涨停还少 所以股票是要这样才赚得多 这样了解吗 那除了这个股票 来 这一档 这档注意了 注意了 没有再破低在这个区块 在这里 对啊 因为最近都没人讲了 那我先告诉你 你明天要继续排这些股票 还是要听我的 你就参考一下 不强破 但是往往赚比较多的是我 因为这些股票 我今天只拿一张 拿太多没有用 这些之前买到低点都是我 真的有赚宝的跑掉也是我 那问题是今天这样 你要赚一天还是赚两天 还是要向我赚整波段 就来问问他 讲到这个呢 还有一档股票 一拳 今天跌两块 一条线 一条线怎样来 像很多新观众 我跟大家讲一个口诀 一条线很好买 不要三条线 OK 一条线 昨天一买 涨停板一级必装 昨天这样对不对 今天洗盘 我看了资料在后面那一张 洗盘 没货赶快补 所以明天要买什么 里面有答案 不会买不会做的来找我 今天给大家这样的方案 让你all you can eat 赶快这时候 call me call到我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